地球上目前拥有七十多亿人口,这也是地球上人类最拥挤的时候,谈到人类对地球的影响,基本可以说是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,譬如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全球变暖,人类释放的化身污染,那海洋和河流,人类的乱开乱伐造成森林面积急剧减少。 那么你有没有考虑过假如人类在一夜之间突然从地球上全部消失,地球会发生什么变化呢?也许大多数人会这样想,如果时间足够长,地球将会抹掉人类存在的所有痕迹,重新回到了原始的状态。 美国亚利桑那周大学科学家艾伦威斯曼博士在其新书《没有我们的世界》中,对没有人类的地球将会发生什么变化? 进行了大胆的科学猜想,人类消失几小时后,世界上所有的灯将会熄灭,因为大多数发电站将停止运行,水力发电站除外。 一周之内,全世界441个核反应堆将发生灾难,核反应堆冷却系统的柴油发动机由于失去燃料供应,将会全部罢工。 核反应堆将一个接一个,由于过热而燃烧,融化甚至爆炸。 地球山将同时发生数百起切尔诺贝利式的核泄漏灾难,大量放射性物质将会被释放的空气、河流和太阳中,某树树木爆炸是狂增。 新书预言,当人类从地球上消失后,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将大大松口气,海洋、河流、空气和小溪都将很快重新变干净。 在很短时间内,大自然将会重新获得对地球的控制权。 当人类消失后,一些依赖人类生存的动物将会遭受苦难,譬如老鼠、招狼、八哥、母牛、绵羊和其他农场动物。 继续人类身上的投尸将会在一年之内灭绝,艾滋病毒也将从地球上绝迹。 三百年后,金属建筑,桥梁和塔会由于腐蚀而开始倒塌。 许多城市的建筑都将在二十年内坍塌,墙壁会出现裂缝,屋顶转片会脱落,墙和屋顶间的接风会越来越大。 设计良好的现代钢结构住宅,将可能幸存几个世纪。 一万年后,人类存在过的证据,将只剩下我们用石头制造的东西。 金字塔,长城等,不管什么动物将进人类之后主宰地球, 它们的命运仍将和地球一样命中注定要毁灭。 目前太阳正处于中年,在几亿年后,它会变得更热更亮。 到公元十亿年,太阳的热量将会毁灭地球上的几乎所有生物。 到那时,也许只有一些昆虫和植物能够幸存下来。 当海洋也被蒸发光后,地球的计划是将写完最后的一章。 关于世界末日的电影拍了不少,欢迎至于,我们更应该深思熟虑。 我们要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什么样地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